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杀人狂 将人囚禁在密室里 强行往嘴里灌入蟑螂 还会在你的眼珠上画一道口子 放入一只吸血水质 甚至还会逼迫同伴 朝你的耳朵里注射蜘蛛重乱 如果你不乐意配合 就会把你的双手 用十公分长的铁钉定入墙内 等到他玩够了就会残忍杀害 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时间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男主结义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直到一个黑影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 他急忙跑上楼发现小女儿正躲在床底 正当他安抚女儿不要害怕时 那个黑影出现在身后将他打晕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被关进了密室 手腕被铁链锁住 被关进来的不仅仅他一个人 还有长发妹和胡子哥二人 以及还有一个身受重伤的男人 看他们的样子 估计已经被关进来有段时间了 结义心系欺你的安全 想要挣脱铁链逃出去 胡子哥劝他不要白费力气 长发妹安慰他不要担心 杀人狂的目标是你不是他们 这时密室的灯光突然闪烁了一下 原来是用餐时间到了 只见杀人狂从窗口扔进来一块生肉 长发妹和胡子哥竟直接狼吞虎咽起来 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圈养模式 但结义却忍受不了 他拼命地用手指在墙上扣动 试图扣出一个出口来 但却不小心弄翻了指甲 长发妹告诉他做什么都是徒劳 唯一的出口只有那扇门 但结义却不信邪 他继续在地上挖 没想到竟然挖出来一颗人的头颅 结义彻底崩溃了 他朝着墙上的监控器破口大骂 胡子哥极力阻止 他这样的行为势必会连累他们 果然灯光再次闪烁起来 结义本想跟他正面硬刚 可没想到进来的竟是个身高两米的壮汉 结义瞬间被吓得后退了两步 杀人狂并没有惩罚结义 而是将角落里身受重伤的男人拖到了房间中央 然后拿出匕首指向长发妹 长发妹心领神会 走过来接过匕首 按照杀人狂的指示割下了男人的一块肉 紧接着杀人狂又将匕首扔给了结义 结义拿着匕首刺向杀人狂 却也仅仅只是划伤了他的手臂 结义被杀人狂扔了出去 转身将长发妹拖到了中间 他让胡子哥将一根管子插进了他的嘴里 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了一个袋子 里面竟然是一只活蟑螂 胡子哥只能听话地将蟑螂放进了长发妹的嘴里 见他要将蟑螂吐出来 杀人狂立即捂住了他的嘴巴 直到看到他吞下去才放心离开 结义就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 他发现脚底不知何时粘上了一块刀片 结义瞬间洗上心头 拿起刀片就开始割绑着他的绳子 杀人狂察觉到不对劲进来查看 结义缓缓地靠近他 趁他不被冲了出去 杀人狂并没有追上去 因为他知道结义根本就逃不出去 所有的门都被锁死 结义只好爬上通风口想要爬出去 可是通风管道年久失修 结义还没爬出去多远 就又摔了下去 刚好就掉在了密室内 结义再次被锁了起来 这次杀人狂直接给他换成了铁链 长发妹和胡子哥责怪他 都怪他轻举妄动惹怒了杀人狂 接下来他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这时灯光再次闪烁 杀人狂又要来折磨他们了 他进来后将手铐的钥匙丢给了胡子哥 然后递给了他一把斧头 作为结义逃跑的惩罚 现在就轮到他受折磨了 胡子哥没办法只能将他打晕 随后杀人狂递给他两根钉子 示意他定在杰衣的手心处 胡子哥也只能一一照做 昏迷的杰衣痛得惊醒过来 但很快又被痛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醒了过来 双臂已经失去了知觉 再这么下去 估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残悔 杰衣只好忍着剧烈的疼痛 将双手从墙上挣脱了下来 又将钉子拔出了手心 杰衣不明白 为什么杀人狂会选择他们 抓来后又只是折磨而不干脆杀掉他们 这时旁边身受重伤的男人发出了动静 由于他的嘴巴被针线缝上 他只能用手在地上不停地比划 杰衣缓缓地靠近他 试图听清他在画什么 男人用手掰开了缝上了嘴巴 艰难地说出了马蹄两个字 说完便彻底没了动静 胡子哥这才想起 他在杀人狂手上看到过马蹄 听到这的杰衣终于明白了 他们被抓到这并不是偶然 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也被揭露了出来 女孩掏出一只巨大的蟑螂 放进了面前小男孩的嘴里 他们骗小男孩说 只要通过了勇气考验 就可以跟他们四个人做朋友 可没想到一旁的大哥觉得不过瘾 竟用手将男孩的嘴死死地捂住 小男孩惊恐地惨叫起来 旁边的小杰衣觉得这样有点过了 劝大哥赶紧放手 可等松开手才发现 小男孩因为害怕竟将蟑螂吞进去了 但四人的恶作剧并没有因此结束 女孩又拿出一只蜘蛛放在了尼克的头上 蜘蛛顺着尼克的脑袋爬进了耳朵里 尼克赶紧用手去掏 却不料因此将蜘蛛彻底塞了进去 他不再渴望交到好朋友 立即起身跑开了 但是四人却对他紧追不舍 拿起钉子将他困在了地上 然后将蚯蚓倒在了他的身上 小杰衣本想将他拉起来 但小胖却阻止了他 将他一个人丢在了荒郊野里 没过几天 几个小孩再次玩心大发 将尼克骗到了一处闹狗的农舍 告诉他只要在里面待上20分钟 他们就跟他做好朋友 尼克再次信以为真 可就在他进去的那一刻 几个小孩转身就跑 而他则被农舍里的变态抓走了 变态将他囚禁了起来 驯服他成为了自己儿子 尼克本就是个流浪 即使逃出去了也无家可归 于是在变态每天的洗脑下 他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儿子 可就在南海满20岁的那天 他反杀了变态 可他并没有就此离开这里 变态对他的洗脑已经刻入他的骨髓 他每天强身健体 让自己变得更强壮 当初的20分钟变成了20年 这一年他将当初的 四个罪魁祸首全都抓了起来 用当年他们羞辱他的方式 再千倍万倍地还给他们 杰伊等人终于想起了当年的事情 可长发妹却没觉得不好意思 只是说当时他们都还小不懂事 丝毫没意识到 这给尼克带来了多么严重的伤害 杰伊觉得他们必须为当年的行为道歉 或许还能为自己获取一丝生的希望 他开始大喊尼克的名字 尼克也知道他们已经想起了当年的一切 他再次走进密室 用电棍挟持长发妹 威胁杰伊将蜘蛛的虫卵注射进他的耳朵 杰伊只能乖乖叫做 走出密室的尼克正在翻看几人小时候的相册 抬头却发现密室内的几人正在大打出手 气急败坏的尼克拿着水管回到密室 就看到杰伊躺在地上一动一动 他打开水管朝尼克的身上咨询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当他走进查看时 杰伊突然窜起来抱住了尼克 几人想要联手打到他 但他这么多年不是白训练的 即使以一敌三也轻易将他们打趴在地 他们的反抗让尼克彻底怒了 他将胡子哥按在地上 让长发妹用匕首割开他的眼睛 然后将一只蛆虫放进了他的眼睛 可怜的胡子哥还是失去了一只眼睛 杀人狂走后不小心将匕首落在地上 杰伊趁机用匕首撬开了锁链 然后又将长发妹解救了出来 这时灯光再次闪烁 杰伊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可是这时几人却因为匕首的归属起了争执 最终胡子哥捅伤了自己 而长发妹抢过刀对向了杰伊 他指责杰伊当初如果能回头对尼克 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这时尼克出现在长发妹的身后 他抢过匕首挟持了长发妹 杰伊缓缓靠近他 摘下了他脸上的头套 见尼克没有抗拒 他又从他的手上拿过了匕首 可就在这时长发妹突赶一阵脸心 趁着尼克转身的空打 杰伊拿着匕首袭击了他 想要再次进攻 却被尼克用长发妹挡了刀 慌乱中杰伊逃出了密室 没想到的是他将匕首递给了杰伊 让他杀了自己 可是杰伊却没有这个胆 尼克将他扑倒在地 双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紧急之下 杰伊捡起了一旁的匕首 朝着尼克的腰子捅了两刀 随着尼克的倒下 杰伊最终还是亲手结束了这个噩梦 回到了那个温暖的家中 可他完全没有想过 如果没有当年的一切 尼克或许也能拥有同样的生活